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并不知道在这之前 在这个非同佑哲学 是不是就已经有这个提过 谈过美学的这个课题 所以我今天所讲的事实上是一个 最基本最基本的课题 那么就是关于美学的诞生 就是美学是怎么样出现的 然后美学讨论些什么样的东西 以及等等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望文深意的 就是哲学常常被问 比如说哲学是在讲些什么 那哲学之所以会被这样子问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没办法从哲学的这个名词 知道哲学在谈些什么 那么这个情况跟其他的学科不一样 我们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天文学研究天文 地理学研究地理 这个从名称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哲学 你总不能说哲学是在研究哲 那哲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并不清楚 所以我通常在这个教授哲学的科目的时候 我也要花很长的一个时间来说明 这个哲学在讨论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美学呢 如果我们也一样的就是直接说 美学就是讨论美的课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回答 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不完全正确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说美固然是美学里面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讨论的主题 但是并不是全部的主题 而且里面还有更多的主题 那么未必跟美有关 未必跟美有关 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美学的诞生 事实上主要的就是 要说的就是在哲学里面 美学这个学科它出现的时候 那么哲学家们他们所关心的是哪一类的问题 并且引申向到我们现在的当代 包含了当代的艺术家们 你可以看到当代很多很多的艺术 其实都是不美的 这个是我今天中午跟风卫老师 在吃饭的时候 很聊到的 就是这个当代美学的很多的艺术 它其实不是为了要表现美 这个跟古代的艺术 古典的艺术 有一个很根本的不同 那所以我们要来看看 就是美学的这个诞生 究竟美学家们他们在乎什么样的主题 并且这些主题怎么影响到 这个当代的艺术的情况 这个大概就是今天主要要谈的 因为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刚刚风卫提到 以为我们就是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会 我就必须要再更精简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要讲 美学的诞生这件事情 以及美学的诞生 跟它当时的时代 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所以我今天 这个讨论的五个主题 这个有点多 这个这五个主题里面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讲的就是 美学在哲学里面 它怎么作为 我所谓的西方古典哲学 最小的女儿 那么接着我就要谈 美学这个词 就是它被建立 然后有一个名称 把它称入了叫美学 这个词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当这个美学 诞生的那个时代 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 一个是英国的Hume 一个是德国的Kant 那么我们要来谈谈 Hume跟Kant 他们当时所谈的美学的课题 那么最后我要讲到的就是 美学诞生与它的时代性 这个时代性 也就是说 它跟当时18世纪的启隆运动的关系 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整个要讲的架构 那我们就从西方古典哲学最小的女儿这里开始说起 那么这个我其实有一篇文章 这个是写在这个我的学生 这是我学生所谓的一本书叫图结美学 那里面这个用漫画的方式来表达美学 那他找我写了一个导读 我在那个导读里面就谈的就是这个 他怎么是作为这个哲学最小的女儿 那我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关于古典哲学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教授这个西洋哲学史的时候 通常把这个历史西方的这个历史分成几个时期 分别就是古希腊中世纪近代 那么一直到这个当代 那我称之为叫古典哲学的部分 就是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 那么进入到当代以后 就不再是属于古典哲学的范畴了 因为那些都是新兴的学科 那在这里面我要讲的就是 美学是最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人用的学科 所以美学的诞生是非常晚的一件事情 那么早在古希腊的时候 在这个佛华图亚里斯多等时代 事实上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学科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像是形上学 伦理学 那么政治哲学逻辑等等 这些学科大概从古希腊那时候 就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那么中世纪主要的就是神学 或者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叫神意学 或变神学 Theodicy 那么一般的人 就是我们通常就把它称之后叫神学 那么到了近代 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也是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 因为美学的诞生跟这件事情是有一点关系的 就是这个知识论的出现 知识论的出现 并且因为过去知识的课题 都只是形上学课题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到了近代 知识论越来越重大 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而它就取代了政治模样意义上 取代了形上学 因为形上学常常被称之为叫第一哲学 英文叫做The First Philosophy 第一哲学 那么这个第一哲学一直到近代的初期 比如说近代哲学之父迪卡尔 它最有名的著作 我们通常就是把它分离成叫做程思路 Meditations 那么事实上这个程思路 它的比较我完整的名称是 这个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 就是对于第一哲学的程思 而第一哲学是什么呢 就是形上学 所以事实上程思路就是 这个迪卡尔的这个形上学 那在这个 所以形上学一直以来 从古代古希腊 那么到中世纪甚至到近代的初期 一直都是哲学的一个首要的学科 但是到了近代 知识论 我说越来越壮大 不仅独立成为一个学科 而且变成了比形上学还优先的一个学科 也就是说对于近代的哲学家来讲 在讨论形上学之前 要先讨论知识论 要先讨论知识论 并且因为他对于知识论的立场 而决定了需不需要有形上学 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们在看康德的第一批判 从这理性批判的时候 你会看到康德在那里感叹说 形上学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可疑的学科 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科 而这个过去 形上学曾经是哲学里面的女王 他用这个kunigin 也就是queen 哲学的女王 可是康德在这个第一批判的这个序言 还是导论的地方 他感叹说 现在他变成了流落路边的乞丐婆了 已经变成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那哲学是一直都还是在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 那形上学都流落到路边的 那谁现在才占据着这个哲学的王位呢 事实上就是知识论 知识论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 他优先于形上学 甚至决定着形上学能不能够存在 有些哲学家 他在知识论论论过之后 他认为是必须要形上学的 比如说khun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khun 他就是一个典型 他就变成是一个反形上学者 那么他经过知识论论论论论论为 形上学的这个知识其实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就把它取消掉 那么所以知识论 他就成为一个新的显学 成为新的显学 现在在哲学系里面 哲学的学科并不是都是必修 那必修的这三个就是形上学 因为他毕竟盘踞了西方 将近两千年之久 作为第一哲学 那么到了近代之后 知识论逐渐取而代之 所以哲学系现在的必修课只有三门 就是形上学 知识论跟伦理学 这三门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选修 基本上都是选修 那么近代除了知识论之外 知识论大概在17世纪的时候 逐渐的独立开来 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 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美学呢 大概到18世纪才诞生 才三生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 她是西方古典哲学最小的女儿 当然我也碰到过 这个女性主义的老师 直问我说为什么是女儿 为什么不是儿子 这个纯粹是一个感觉 我总觉得美学感觉比较像女儿 这个叫儿子 蛮怪的 一个人叫阿美 你说他是儿子 这有点奇怪 所以那个女儿儿子又不管他 但我一直说他是古典哲学里面 这个最年轻的一个学科 那么到了当代 我把它理解为那些 新兴的哲学的学科 我把它理解为那是孙子辈 那理解为孙子辈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事实上都脱胎自 古典的哲学的学科 你比如说心灵哲学 他讨论的是人的mind 他心灵 其实他就是从形上学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理性心理学 或者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叫 哲学人类学 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新兴的学科 因为心灵 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心理学psychology 这个字在古希腊文就是灵魂 就是说在形上学那边 他讨论灵魂 那转到当代的哲学的学科 他就成为所谓的心灵哲学 那宗教哲学 这个很明显的 他就是跟中世纪的神学是有关的 只是中世纪的神学 集中的是摆在基督宗教上面 那么宗教哲学渐渐的变成一个广泛的讨论一切的宗教 以及人的宗教性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那科学哲学则是从知识论这边产生 因为在知识论里面讨论到这个知识的原因理由 那么科学哲学渐渐的就在开始问 那所有的这些科学的证据 这些肯证一个科学理论 或者是否证一个科学理论 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判准 那么所以事实上他们都跟古典哲学是一种关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管这个当代的部分 而只看这个古典的学科从古希腊到近代 那你可以看到美学事实上是最新的一个学科 最新的一个学科 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并不是意思并不是说古希腊或者是中世纪 没有任何关于美的课题是有的 但是他们被放在形上学或者是伦理学 甚至会被放在政治哲学里面讨论 而且只是其中一个小的课题 他本身没有办法独立开来 没有办法独立出来 那么他真正独立出来 一直要到近代 到了18世纪 他才成为了一个学科 这个是关于他之所以是古典哲学的子女 里面最年轻的一个 主要的语言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下面的一节 那么这个 所以18世纪就是美学这个词汇开始出现 也就是说过去并没有美学这个词汇 以前完全没有 所以柏拉图 当他在讲到这些关于什么是美啊 关于诗人啊 关于这个艺术家啊 他就只用这些这个诗艺术啊 美这些字眼 他并没有一个美学啊 这样的字眼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字眼啊 那么而且呢 他是18世纪的时候 一个德国的小哲学家 也许各位没有听过 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的名字叫Bowgarten 那么这位小哲学家呢 他借了古代的希腊文的字根来塑造出这个字来 所以事实上这个字是一直到18世纪才出现的 才出现的 那么所以他是这个词汇的诞生 那么Bowgarten不只是塑造了这个字眼 他甚至就用他所塑造的这个字眼 当时他所使用的是拉丁文 他用拉丁文 就是由这个这个Aesthetica 这个字来写了一本书 就叫做美学 就是写了这个 所以这个学科因此在这个时候诞生 那么这个词汇也在这个时候出现 那么18世纪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奇盟运动的时代 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时代性 我们就是要来跟奇盟运动当时的 整个的状况来做一个比较 来看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美学这个学科 好 这个就是这个美学这个词 那么这个就是他原始的 就是Bowgarten借用了古希腊文的这个 Istated course这个字所做出来的 那么希腊文大家看起来很陌生 对不对 这个英文说It's good to me 就是我不懂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对我而言是希腊文意思是说 他是我是不懂的 那么所以我把它变成拉丁字母 那也就是说阿华变成A Iota变成I Sigma变成S这样 那有一些这个希腊字母呢 并不是希腊字母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英文字母 或者也就是拉丁字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呢有一些字母就会 比如说这个是Feda Feda呢就变TH 那是两个字去拼一个字 这是为什么你学英文的时候 你常常看到TH 对不对 可是你就不会看到 比如说BH 不会 就是有几个字都是跟这个希腊文字有关 就是CH PH跟TH 因为他们都对应到希腊文的另外的三个字母 那么这个是Feda变成TH 其他的就是差不多 在A变成E T变成T等等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Aesthetikos Aesthetikos 那么他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 是跟感觉的感知的有关的 所以如果我们完全忠实于这个字被铸造出来的时候 他原来希腊文的原意 其实上他不应该翻译成叫做文学 对不对 他其实应该翻译成叫 我觉得可能要翻译成叫感性学 就是他被建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这个不管是康德也好 希腊也好 事实上他们在讨论是人的感性的这个面向 人的感性的这个面向 那你知道哲学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学科 并且理性在整个西方的传统的哲学里面 一直都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亚里斯多德定义人说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对不对 那你说人为什么不要定义人是有感性的动物 动物都有感性 你如果两过八两过狗 你就知道 他们也有他们的感情 他们也有情绪高潮低潮 对不对 那么他们也有眼而鼻舌身 同样的他们也可以看得到听得到 并且他们甚至可能视觉或者听觉 或者其他的无关都比人还灵敏 其实都比人还灵敏 所以过去的哲学家 其实并不那么的重视人的这个感官 他们在乎的是人的思考 人的理性的这个部分 那么到了十八世纪 这个人的感知感觉这件事情开始被重视 那么所以Ishtagos实际上就是有关感性之学 那么这个感性之学 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 美学这个字是从形容词变过来的 那么它的名词 在希腊文的名词就是Ishtasis 一样的这个拉丁字母写在下面 那么它就是人的感觉感知 差不多的英文的perception 所以美学就是感性之学 就是在它建立的时候 它的原意其实是这样 那你说为什么我把它叫做美学 这个当然跟日本的这个 在明治维新时候的翻译是有关的 就是明治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科的明治 都是从字文先翻译成 就是从日本先把它引进来 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然后中文跟着日文的汉字变成的 包括哲学实上也是这样 这个哲学在日文里面 那么到了这个汉字就变成哲学 所以中文就跟着就称之为叫哲学 那么美学美学一样的就是 日本人把它翻成叫美学 而没有把它翻成叫感性学 但是事实上它在18世纪的时候 它是被用感性这件事情来了解 那么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会说在里面有一个落差 就是让我们有感觉感知的东西 不会只是美的东西 事实上在美学里面 它所在乎的更多的是在人的感动 这件事情上面 感动这件事情 那么不见得美的东西让你感动 甚至有些时候美的东西未必让你感动 你比如说身世俗女 对不对 一冠必挺的 这个当然是美 但是我可能没有太多感觉 相反的一个比如说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那么她的面容充满了岁月的苍伤 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忽然有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这个会是美学所关心的课题 所以她不关心 不见得关心的是美的东西 对不对 在古典的艺术里面 我们会看到她的确关心的是美 所以古典的艺术 你如果仔细看 她画的都是美的 而且呢 我说画的都是美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偶斑条纪的 对 就是说她脸上 这个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就会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帮你照相 那你当时就说 不行不行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就会有点黑眼带 对不对 所以我总是在我脸上最干净的时候 没有长青春痘的时候 好看的时候 然后好 你现在可以拍我 现在还甚至还又可以美机啊什么的 总之她就是要在呈现她自己最好的一个样貌 那古典的那些绘画 所呈现的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她并不是写实的 相反的 她是一个理想化的 就是把那些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不会总是健康的 不会总是没有青春痘的 不会总是什么的 可是在古典的绘画里面 她会把那些都拿掉 那么在风景画的情况 你注意看古典的风景画 会有树木 青草地 山等等 可是地上一定没有落叶 你先想看 怎么可能有树木没有落叶 对不对 因为那是一个理想化的场景 古代没有写生的 古代的颜料筒是非常重的 所以其实 所以以前西方古代 其实风景画很少 大部分都是人物画 肖像画 如果有这个风景画 它事实上是画家心中的印象所画 然后他不会去画落叶那些 那些对他们来讲是某一种瑕疵 就好像脸上有青春痘 或者是有眼袋 或有皱纹的情况 那些他自然的就会在画面上 把它给消除掉 不会把它给消除掉 那么这个是在古典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其实整个西方的文化的发展 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了 这个很大的改变会让我们看到 是他现在所在乎的的是人的感受 而这个感受未必一定是那种很理想的情况 我刚刚说生日淑女 有时候你没有什么感动 就是说好看 就这样而已 可是能够让我产生感动的未必是这样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对于美学作为一门感性之学 如果它的重点其实是在感性 那么对当代的艺术家来讲 他现在更在乎的因此是 我能不能够刺激你 让你产生很大的感受 不管这个感受甚至也许是负面的感受 也许你是觉得什么 恐怖 恶心 或者甚至别的感受 只要它让你产生强烈感受 它觉得这样它比较成功 所以它不要你觉得它是美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当代的艺术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 就看到的就是很多 它是让你大吃一惊 所以有一些美学的书上是这样写 它说古代也许他们追求的是beauty 而这个beauty 美的意思其实等于就是完美 就是尽量的让这个呈现在画面中的 呈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在希腊的雕刻 看到比如的维纳斯或者是阿波罗 那其实就是帅哥静女的一个标准 几乎就是典型 就是所能够想象最美的样子是什么 或者最帅的样子是什么 但是到了近代 他并不再去追求这样的东西 不再追求这样的东西 他会问的是 我怎么样才能让你产生有感觉 那甚至他要让你产生的 不是我刚刚说不是beauty 那是什么 是surprise 甚至有的书章说surprise太弱了 是shark 我要让你产生shark 而且一旦你心中有非常大的震惊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所以他要让你耳目一心 所以他不能够什么 重复一样的主题 这个对当代的艺术非常重要 因为在古典的艺术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主题 对不对 你比如说画圣母像 这个每一个画家都在画圣母像 对不对 这个达姬画圣母像 拉威尔画圣母像 米格朗基督画圣母像 大家都在画 那一直画一直画 就是呈现的永远都是那种优美的 那样的一个肖像 但是在当代的情况 要不然就是把它改装 变成抽象画 那叫做圣母怎么这样子 变成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达 比如说用具体派的方式 或者是他必须要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点子 说怎么有人在画这种东西 甚至我们在当代看到的是古典的那些艺术的类型 就是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师 但是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包含现代 我们所看到艺术家表现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不真的要用绘画 他用什么装置艺术 包裹艺术 行动艺术 那这些到底叫什么 这些到要叫做舞蹈还是叫戏剧还是什么 都不是 他现在就是 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事实上是点子 那么也在这一点上面 当代的艺术跟哲学有更大的关联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过去的艺术Art 它其实有一个意思是技术 就是你知道甚至有人说什么赚钱的艺术 比如说The art of making money 什么的艺术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有一种技术 那古代的画家他们在这方面技术要非常熟练 非常好 这很重要 但是在当代的艺术家 他不需要这种熟练 他需要的是你有没有创意 你能不能想出新的点子来 所以台湾现在很多很多的大学里面的美术的科系 事实上都变成了叫做文化创意 产业学系 因为重要的是创意 而创意是谁具有呢 哲学家最有 哲学家就是靠脑子 哲学家没什么技术 所以你如果叫我画画 画起来很丑 我们台湾每次都说你要画什么东西 你不要画 但哲学家什么 就出一张嘴 然后脑子清楚 他能够想出很多的点子来 所以事实上在这里面 艺术这个跟哲学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了 因为现在对于一个创作的艺术家 我们常常说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就是在法国旁地度的我们所看到的Duchon所弄的那个喷泉 喷泉其实就是一个小便筒 对不对 其实就是一个小便筒 他的特点是他居然会想到用这个东西做文艺术品 而且你知道那不是Duchon自己做的 那其实是工厂大量生产 他唯一做的一件事是在这个小便筒上面签了一个名字而已 结果他变成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当代的艺术 那只要有第二个人 说小便筒我家很多对不对 或者至少学校很多 哪一个出来 第二个做的完全没有意义了 因为人们要的是在这里面他所代表的意义 那里面所想到的东西 就是他怎么会想到要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艺术 所以这里面重要的都是点子 不是什么技术性的东西对不对 拿一个小便筒出来当作一个艺术品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因为Duchon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所以现代的艺术家 他们很重要的事实上就是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点子 是别人所不曾经想过的 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我认识一个做实验音乐人 他常常让我听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声音 然后就是他的作品 比如说你把一张纸撕破 把它录下来 撕破纸这个有什么 但是你知道透过电脑 他可以把这个声音做合成 做改编 他做什么 但是他把它什么 他把刚刚撕破纸的声音 倒着放 那个声音我没听过 就是纸撕破的声音 因为影像颠倒着放 我们看过 可是你从来没看过 只是声音颠倒着放 多放给你听 听起来就很奇怪 就完全陌生 然后这个就变成 所以他因此就成为一个 这个所谓的前卫的艺术家 甚至是个某个意义上在数十个音乐家 那么这些都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点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美学诞生 事实上他就开始 重点就摆在人的感性这件事情上面 他要让你感官 有一些新的体会 有一些新的感觉 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在 所以在18世纪的时候 因此就有当时的两门学问 一门专门研究理性 一门专门研究感性 但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 他们是理性之学跟感性之学 所以基本上 他还是要用人的理性去研究 那古代有什么 理性研究理性 对不对 那么当时的理性之学就是逻辑 就是拉丁文的logica 现在的英文的logic 那么而当时的新的一门学问 感性之学就是aesthetica 那么这个就是美学 所以实际上是感性之学 那所以他实际上探讨的不是 外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美不美 而是在问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 一种感性的能力 以及人为什么会被这个东西所感动 因为感动这件事情是非常 某个意思上来说 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 我说不合理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你去看一出悲剧 那么悲剧里面 首先呢 你去看悲剧 你可能有什么 要花钱买单票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你需要花时间 就像你来听 Faito的演讲 你需要花时间 所以你要牺牲你的金钱 你要牺牲你的时间 然后看完了悲剧呢 没有很快乐 其实心里很悲伤 甚至你还痛哭 对不对 那我如果说就你心里考验说 这不太划算吧 对不对 损失金钱损失时间 然后还哭得稀里哗啦的回来 心情不好 你为什么要看悲剧 对不对 这可切然完全不合理 但是人却喜欢看悲剧 而且从古希腊一直到整个西方 你可以看到悲剧一直甚至都比喜剧还受人的欢迎 那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甚至我们甚至也可以 我以前有一个这个做这个美学研究的学生 他要问的就是人为什么喜欢 比如说到鬼屋 就是经历那种很恐怖的东西 去鬼屋啦 或者是这个感受一些 总之让我们现在会把它视为是negative 是负面的的 产生负面的情绪的东西 可是人却很喜欢 为什么 他要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课题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课题 我说作为一个感性之学 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有一些positive 正面的好的感觉 可是对于某些负面的感觉 我们也不见得不喜欢 这个是美学很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 除此之外 如果你就我们常常传统上讲的什么真上美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追求真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大概都是反对假 对不对 反对虚伪 反对谎话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关于善 人一定是什么 站在善的这一面 然后反对恶 反对这个道德上的错 这个是也很明显的 可是在美学上 事实上我们完全不排斥丑 你以为中国的金剧里面圣诞记莫丑 丑其实是其中一个 而且它常常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其实也是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艺术里面 你比如说中国怪人等等 这些丑的表现 事实上也都是在 不管文学艺术里面 都是被重视的其中的一个面向 所以美学是不反对仇的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的说 不能够忘恩审理的说 美学好像就只是追求美 因为我们其实在乎的还是在感受的这件事情上面 而不见得就一定要是美的感受 那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包含了像康德所讲的The Sublime 就是我们所谓的崇高 崇高康德就把它跟这个所谓的美 The Beautiful做了一个对比 它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不同的感受 美的感受是一回事 可是崇高对康德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更强烈的感受 康德在谈崇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再能崇高胜于美 那当然这个也有18世纪当时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先理解到它是一种感性之学 我想这样子就够了 好 那所以我在这里面先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 就是在古代 就是原来的时候 当我们在讲美的时候 它事实上跟课题是有关的 跟课题是有关的 我现在把它用了一个这个 喜欢者哲学里面常常讲到的主体课题 这样的一个字眼来做比较 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美的的时候 我们用beautiful这个形容词来称呼它的时候 我们在只为的是一个课题 一个对象 它具有一种属性 这个属性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beautifulness 就是好像美是在它身上 然后每一个人看它都会觉得它是美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仿佛像是一种课题上面的性质 或者是价值 当你把美又理解为那是一个价值比较高 这是一个美人 这是一朵美丽的花 那一朵不美或者那一朵很丑 就有一个价值在 那么它基本上是落在这个对象上面 但是当美学在18世纪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所讲的其实是一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用美感这个字来说它 其实不一定是对美的感受 美感它就是一种感性感受 对不对 那这个感性感受讲的不是对象 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主体 是感受的人 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那么这个很典型的一点就是 刚刚我提到 我说关于感性事实上动物都有 对不对 比如说生成有动物也有 可是人才会感动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在听一首非常悠扬的乐曲 然后你陶醉在当中 并且深深的甚至为它流泪的时候 你家的猫如果在你旁边 它会不会听一听 然后它的猫眼也流下了人类说 猪人啊你放着这是什么歌好感人啊 对不对 它不会 虽然有可能它耳朵可能比你还灵敏 可是它不至于到感动的地步 人才会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人的感性 研究人的感性不只是 不只是停留在 听得到看得到 我说要听得到看得到 有眼睛的都看得到 有耳朵的都听得到 那所有的动物 很可能他们在这方面 可能都比你还强 可是倒能够感动 这个是人才有 那么甚至有些人他 不见得听得到 但是他还是有那样的感动 你比如说Bethofen 或者是杰克 其实他们的音乐之父 Smetana 他们都怎样 都是音乐家 然后他们都耳聋 但是即使在耳聋的情况 Bethofen他直接的看乐图 他事实上就可以被 这首曲子所感动 因为他知道 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才是我们所在乎的 所以这时候的感性 已经是一个比较深的感性 不是只是 你的五官的感官 直接的感受 因为在很多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即使是人 他在接受某种艺术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感动 我的意思是说 有看 就是我看到了 我没有什么感觉啊 对不对 或者是有听 听到了 但是我没有什么感觉 如果就是这样 那事实上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就寻常的一种感官而已 那我们要问的事实上是一个 更深的一种感官的感受在 这个是关于美感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就变成是跟主体是有关的 OK 那么这件事情啊 事实上是从西方 从古代一直到当代的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是一个时代性的转变 是一个时代性的转变 那我要讲的这个时代性的转变就是 他从课题一直进到这个主体来 不是只有在美学这件事情上面 而且呢 在科学上 在哲学上 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科学呢 就是有名的科白尼革命 那么这个科白尼革命 是大家所能详的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古代认为地球是中心 然后呢 一切的事物 就是天上的新星 日月星辰 都是绕着地球在转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动的 然后一切都在绕着我们转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最早期的 托勒密的天文学 由这个天文学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世界观 就是我所理解的世界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最早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就称之为叫做 Geocentrism 也就是地球中心说 但是从这个16世纪 哥白尼的革命开始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开始转向太阳中心 虽然他受到这个教会的很大的这个意志 但是这个科学家也是前夫后继的 就哥白尼之后 克普勒 克普勒之后前一月 渐渐的这个太阳中心说 就越来越明确 到这个17世纪 18世纪 越来越明确 那么太阳中心说 证实的事实上是 我们其实不是不动 相反的 我们是动得很厉害的 而且我们这个动得很厉害 就是地球不只是会公转 而且它还自转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不只是在这个地方造圈子 而且当我在造圈子的时候 我还要一边自己还要自转的造圈子 对不对 所以简直是头晕了 我们是动得非常厉害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 这样的一个理解 让人的整个世界观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个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 原来我们其实是处在一种动荡的情况 并不是说天体在运转 大地是不动 这个是完全古代人的一个想法 那么经过了这个隔半音革命 那整个世界观就产生很大的变化 变革 那么康德在第一批判 讲到了哲学的另外的一个隔半音革命 那么这个隔半音革命 我现在就用我刚刚所谈到的 这个哲学的转向 来说明这个隔半音革命 就是从形上学变成知识论 比如说以前哲学整个重心都在形上学 那么这个形上学有形上学的课题 在18世纪的时候 形上学的课题逐渐的确定为是三个主要课题 就是上帝的存在 灵魂的不朽 以及这个自然与自由 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西方的形上学的发展里面所看到的 这个三个最大的课题 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地人 就是神 天 神 然后这个上帝 以及人的灵魂 这三个主题 但是呢 从这个近代发展的初期 从笛卡尔开始 我们会看到哲学家们开始检讨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能知道这些形上学的课题吗 这个是一个让人质疑的问题 这个质疑就在于说 那个上帝啊灵魂啊 其实都是看不到目不着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讨论这些呢 或者说你们哲学家怎么知道这些呢 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呢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知道 所以哲学家因此认为说 我们第一个应该讨论的课题是 我们能知道什么 我们能知道什么 这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 我们确定了我们能知道那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那些东西 这是为什么知识论对成一个 取得了一个比形上学更优先的位置 但是如果哲学现在要先讨论知识论 先讨论我能知道什么 哲学的目光 哲学的焦点就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说哲学家们不再去看着一个 看不到的上帝或者是灵魂 或者是什么自然自由 而是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问我能知道什么 我的知识的范围是在什么地方 变成这样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刚刚我所讲到的 从客体到主体的改变 以前的哲学家眼光不知道在看什么 对可能在看比如说柏拉图的理型或者什么那些 其实是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哲学家对于现实的世界其实是常常是不关系的 他常常活在他自己的形上世界当中 但是到了近代哲学家说我得先检讨我自己 对我要刮别人骨子之前我应该先刮自己骨子 我应该先搞清楚人能够知道什么 那么所以哲学的焦点现在摆在主体上面 这个主体用很白话的话来说就叫做我 迪卡尔的近代哲学之物 他其实就是一个代表 他最有名的话叫我思故我在 其实他就在讨论我 不管是这个我是一个我思的我 还是我在的我 你可以说在近代的哲学家那边 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不先讨论 至少是先要讨论自我的问题 只是他不见得用我 爱 而可能用self 其实我们也翻成自我 或者是self 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 或者直接就是consciousness 意识 那么或者是像是 比如说到了十九世纪弗洛伊德 那么他就会有什么 自我原我本我超我对不对 等等这些对于我的讨论 所以整个近代你可以看到整个哲学的观点 古代的哲学其实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课题 但是到了近代变成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变成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所以堪德说 哲学其实现在也产生了一个哥白尼的革命 而且这个革命呢 现在如果从哲学的学科来讲 就是知识论这个课题 人能知道什么这个课题 变成是一个更根本的课题 这是我们自己在哲学上面 看到从古代古典的哲学到近代的哲学 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大的改变 这个大的改变 康德至少是把它跟科学的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的 他觉得哲学现在完全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样貌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美学 古代其实并没有美学 但是至少古代的哲学家 你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 神托马斯他讲到真善美胜的时候 就是说他谈到美 但是他把它跟真善放在一起 而且都摆在神学里面来谈 所以美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他其实只是其中一个学科 柏拉图他也会讲美 但是他讲美的时候 他会把它跟真跟善 那时候胜 神圣显然是中世纪再加上去的一个新的价值 那么在柏拉图在谈美的时候 他把它跟真跟善都是摆在一起的 那真善美 这些在柏拉图看起来都要放到 形上学的理型那边去 所以美学不是独立的 美学完全就是形上学里面的一个课题 就是对他来讲在理型一个 在理型世界的那个东西 那是最完美的 所以它是纯粹的真 纯粹的善 纯粹的美 你只要进到现实的世界 那就变成相对 所以这是一个形上学的一个思想 那么这时候都没有独立的美学的课题 那么可是并不是因此就不讨论美学的课题 就是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确在讨论美 的确在讨论美 但是呢 美学的哥白尼革命是什么呢 就是他逐渐的从美变成了美感 也就是说从近代当迪卡尔开始讲 我是过在的时候 这时候哲学家们他们在讨论的 他们或者他们所战乎的就是 人的一个感受的能力 因为正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能力 才让人感觉到美 或者是其他的感动 那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事实上也会常常看到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个杜甫的这个诗里面说 感识花见泪 恨别鸟金星 对不对 花哪有见泪 对不对 鸟哪有金星 可是呢 杜甫他在某种心境里面 他觉得花在流泪 那这时候如果假设 杜甫旁边刚好有一个 正在谈恋爱的人 对不对 然后他就看到花在含笑 对不对 因为他这时候真的非常快乐 好 那如果现在这两个人争执 说杜甫跟他争执说 花在流泪 比如说不 花在含笑 那两个真实问你 你要怎么回答 对不对 显然这件事情 其实花在干嘛 其实跟他们两个的心境有关 而不是实际上花是怎样有关 对不对 事实上是这样 甚至我们在讲美这件事情的时候 说It is beautiful 那事实上是人在感觉他美 唯一是说 一个美人 你叫 这个事实上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到 说你叫一只猪 或者是一只狗去看 他不觉得他美 对不对 对一个宠物来讲 他在乎的是他的主人 他不在乎的是他美或者不美 所以显然美这件事情 并不是客观的 并不是客观的 相反的 他其实跟主体是有关的 跟主体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 美事实上跟人的感受的能力 相连在一起 而其他的物种 他未必就有相同的 那样的一种感受能力 甚至在不同的时代 每个人的感受也会不一样 所以汉朝有个赵飞燕 唐朝有个杨贵飞 你知道赵飞燕很瘦 杨贵飞很胖 这显示什么 不同的意在不同的时代 对于美的判准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那么这些都显示什么 他有一种相对性 有一种相对性 而这个相对性并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完全相对 而是说可能有一个时代性 或者有一种文化性 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 那么普遍的一般人的判准是什么 所以你叫现在的小孩子 去欣赏古典音乐 你请他不爱 对不对 或者说OK 他说古典音乐 好了不错 但是那已经不会是 让他能够感动的东西了 对不对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此我们现在的这个 从近代以后 人们现在更多的 事实上就摆在这个人的感受 这件事情上面 他问的是 这究竟是有怎样的感受 因为感受其实比理性对人的影响往往还更大 可是过去的哲学居然把感受这件事情排除出去说 哎呀感受是人的当时 那个理性主义的传统就是 那是人的低等能力 因为那种能力动物都有 所以他是低等能力 那么理性才是人的高级能力 所以哲学家们只想研究人的理性 对不对 你看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 他事实上是到了晚年 他开始觉得感性是重要的 所以他必须要这个写地上批判 来探讨这个 他称之为叫做判断力 那么那事实上是跟人的感性有关 你可以设想的一个年轻的孩子 如果他跑去自杀 我跟你讲他跑去自杀 他绝对不会说 啊杨之胜的哲学我听不懂 他理性受到挫折 所以他就跑去自杀 他跑去自杀 他跑去自杀是什么 失恋了 对不对 这个我周遭的朋友们都排挤我 等等 一定是感性的原因 而不会是理性的原因 那如果感性对者的影响这么大 哲学家怎么能不研究感性 对不对 哲学家 哲学当然要研究感性 搞清楚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能力 让人哭让人笑 理性很少这样 对不对 有了 这个我在哲学圈 对不对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爱哲学的人 他甚至在读哲学的时候 哲学可以让他哭让他笑 我以前在读这个什么 在读这个黑格尔哲学的时候 非常深的东西 但是当我弄懂的时候 我全身会起鸡皮疙瘩 就是哇 怎么有这么好的智慧 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感受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理性赤伤 就是说是这样 就是让你知道 只是这样而已 可是感性不是 他让你会产生 很强烈的冲击 甚至冲击到 让你生 让你死 这样的一个地步 过去的哲学 居然完全不管 说这只是低忍能力 没什么好研究 那么18世纪开始 他们开始重视这个 这个美学的这个学科 跟这件事情有关 那么所以我说 他其实是一个感性之学 我把它翻成美感 已经做了一些让步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说OK 我让美这个字出现 那我刚刚已经强调说 也未必一定就是美的 好这个是这个整个 这个近代的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是全部文化性的 所以当我们要来看看 我等一下 我看他文字三点 当我们要来看看这个 这个18世纪 这个时候的两个 英国的Hume 跟德国的Kant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Hume 他的整个美学的理论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品味的理论 品味的理论 注意是品味 品味是主体的 对不对 品味是你的test 是你的test 那么test其实就是你的 这个味觉 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事实上 是一个人的主体的能力 Hume在问的就是 这个主体的能力 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 Hume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人品味比较高 有人品味比较低 然后他问的是 品味怎么样能够 找到一个标准 从这个标准 我们才能够说他比较低 怎么样情况是他比较高 所以他用的是品味 他整个在乎的都跟test有关 那Kant其实在谈他的美学的时候 在他的第三批判 谈判断力的时候 他也用了这个品味 这个字的德文Geschmark 可是整个Kant在乎的 那个东西 就是作为他的第三批判 我们称之为叫判断力批判 的一个中心是所谓的判断力 所以我就把重点摆在判断力的这个字眼上面 那么这个判断力叫Wutai's Kraft 通常以前都只翻译成judgment 但是事实上Kraft就是能力的意思 Wutai才是判断 所以如果你要翻译这个德文字 事实上比较完整的是power of judgment 是比较完整的 那么这个power of judgment 中文没有问题 中文就是判断力 我要讲的就是说判断力也是属于主体 是人的判断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是主体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所有的哲学家 其实都不在问客观的东西 他们其实都在问主体的东西 这个在18世纪的美学是一个 几乎都是一面倒的的都放在这个主体上面 只是因为这时候美学这个词没有固定下来 所以他们分别的用了不同的字眼 那么要到19世纪以后渐渐的才普遍的用 Asthetics这个字才变成固定的 比如说黑格尔就这样 然后也并不是说以后的哲学家不再讨论客观的东西 事实上19世纪之后 我们会看到美学家开始讨论 比如说艺术 艺术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黑格尔就讲很多关于艺术 但是他把艺术也变得相对化 他意思是说在不同的时代 事实上有不同的艺术 因为不同的时代 能够让人产生感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么黑格尔的这个观点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古代 你比如说与中国的艺术为例 甚至文学为例 你比如说唐诗 那宋朝写不写诗 他写 但是宋朝的词逐渐的取代了诗 所以唐诗诗词原曲 然后明清小说 你可以看到文学事实上也因为它的发展 就是说宋朝的人开始更喜欢词 那词产生了某些感受 所以黑格尔问的就是 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 他的艺术的类型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在古代建筑是很重要的 比如埃及他们就是这个艺术的一个代表 就是建筑他们的金字塔 人面师生 他们所建构的非常大型的那些建筑的设施 他渐渐的逐渐的绘画或者音乐 就逐渐的取代在西方变成一个主要的 那么这里面都有一个发展的脉络 我甚至常常问的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这样子来说的话 我们说我们这个时代 他的艺术的类型是什么 如果我们照用黑格尔的标准来看待的话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画家 然后他画得真的非常好 他甚至觉得他根本就不亚于 印象派的那些画家 他觉得他画的东西 跟他们是一样的好 但是他觉得他为什么就没有像莫内 或者华 为什么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知名度 我很不愿意的告诉他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不是一个绘画的时代 就是对很多人来讲 这个绘画固然可以一样的在书户比 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但是他常常被视为是一种鼓动 鼓点的东西 年轻人不见得爱看绘画 也许有一些年轻人还很爱看绘画 但是不是全部的 我们在Higgler的标准里面 当一个社会 一个文化 或者一个历史的阶段 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接触这个艺术 所有的资金都投注在这个艺术上面 那在我们的时代会是什么 我觉得是影音 电影 或者是演唱会 你可以看到年轻人其实是参加这个 对不对 或者他们甚至是从YouTube 从电脑上面去听这个歌 他们总是耳朵带着耳机 然后陶醉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 呈现我们现代的 这样的一种艺术类型 它很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科技 做了某种结合 那么最大的资金 你比如说好莱坞 最多的钱 其实都投注在拍这种电影上面 然后有最多的观众 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看到的 一个情况 那相反的画画常常是 比如说我会想说 我太太说我画得不好 等我退休以后 我说退休以后 然后我去画画 那我去画画并不是说 我这个有时代性 如果就是作为我个人的休闲 或者什么 那这个就表示什么 这个艺术已经 已经逐渐的成为过趋势了 就是说你还是在的 因为一个人在谈这些各种不同的艺术类型的时候 他也是说并不是建筑或者是雕刻 这些东西就已经消失了 相反的其实他们是成为这个成为就是不是主流的艺术的类型 那他在他看来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流的艺术类型 并且呢人们会把更多的他们的想象力放在这个当时的作为主流的艺术的类型上面 然后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个最优秀的人才都会投注在那上面 那有些时候我们要看的是 是哪些艺术类型在这个时代成为最多的人愿意去投注在他上面的 最多的资金最多的观众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这个这个关于这个艺术史的一个进展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 是Chun他在乎的的是品味 而康德在乎的是判断力 而这两种都在指挥的主体的一种审美的能力 这一种我很难就是我们的智慧很词汇很有限 所以呢我一直找不到就是这种 因为审美还是有美这个字 就是一种感受的能力 那么他们在乎的就是品味跟判断力 但是要谈讯跟康德的这两种能力 他们有关的思想 其实要用很多的时间 那几乎变成 比如说飞斗可能要给我这个十周 然后我都一直讲下去 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我只能够非常简单的去说而已 那么我们从那个Chun的这个 为什么他会跳这样 这一张吗 前一张是 这个是刚刚那个康德跟康德的下一张吗 不是我帮您挑到那边好 好谢谢 这个是谁讲 那Chun的品味 Chun他的品味是包含一些感官上的爱好 这点是Chun所讲到的 所以他是平等的看待五种感官的 我意思说 延后皮蛇森其实对他来讲 他是一样的这个重视的 那么这点跟比如说康德或者是黑格尔 这个德国的这个传统有一点不一样 他们会认为视觉跟听觉是比较重要的 相反的康德会认为味觉嗅觉跟触觉 太过物质性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到你接触到 或者把他吃到吃到你的嘴里去 那么所以他能够在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比较深的感性那里 他就比较弱 就是这个精神性比较弱 所以他们会更重视在听觉跟视觉上 因为听觉跟视觉并不需要真正的去触摸到 这个东西的物质的尸体 甚至你在看一幅画 比如说印象派的绘画的时候 你其实真的挨近看你是看不出什么的 对不对 通常甚至还要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才能够看到这整个画面 所写见出来的东西 那Hun的这个品味是包含一切感官上来 所以Hun是一次同等的看待一切的感官 那么甚至在他很多的举的例子上面 包含了像葡萄酒的品味 这个雪茄或者什么 在当时就是18世纪的时候 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产生了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开始发展 那么这些东西都变成 Hun可以用来举例子的一个 就是做的例子 那么这些都是他感官上的爱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无失去这件事情 就是对康德来讲 审美这件事情必须要无失去 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把它翻成英文有点奇怪 因为很没兴趣 就是为什么我把它 without interest 我把它翻成叫失去 康德的意思是说 当我在感受一个 这个艺术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他让我产生那样的一种感性的时候 我不应该对他有某种负质上的兴趣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艺术与色情 因为色情对康德来讲就是一种interest 就是你想占有他 或者你想要吃到他 或者说欣赏一幅画 你并不见得需要占有这幅画 而是你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可以遨游在他所带给你的那个视觉上的 那个精神性上 精神性上 这是为什么艺术的作品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拥有他 因为他是不需要失去的 但是Hume的看法是有没有失去是不重要的 在他看来任何只要能够让你产生pleasure 让你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正面的感受 在他看来 他们都跟品味有关 所以葡萄酒的好喝 这个雪茄的好抽 或者等等所有这些东西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在他品味的讨论的范围里面 这个是Hume的品味理论的一个特点 我只能这样很简单的讲 那么Hume在知识论的立场上面是经验主义 所以他事实上在讲美感的时候 他的知识论立场是经验主义 伦理学的立场是感情主义 这个学者学人会非常的熟悉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很简单的看 就是说你理解到经验主义 讲的就是我的感性经验 所以他当然也跟言而彼此生有关 感情主义讲的就是我感受的东西 所以Hume在这几个方面 其实都有一种跟欧路理性论 理性主义相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 那么他在美学上事实上 也就是一种经验主义跟感情主义的立场 就是他就是很具体的在讲 我们很切身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因为他从这个立场出发 来反驳一个罗马的谚语 这个罗马的谚语是一个拉丁文 th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 那我们把它换成叫做品味 无争议 这个gustibus就是品味 那争议就是这个disputandum 那没有 品味是没有争议的 那么品味无争议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好喝 我觉得不好喝 你觉得 比如说臭豆腐 你觉得臭豆腐好吃 我觉得臭豆腐臭死了 你觉得榴莲好吃 我觉得不好吃 所以公语品味 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一种主观主义 一种完全是凭个人的感觉 所以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可以说美学是建立不起学问的 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感受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观点 极端的观点 那争议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他的这个品味理论是要 就从这里出发 他要反驳这个谚语 然后他认为品味是有高下之别的 是有判准的 那我只能很简单的去说这个判准 他在一个地方讲到这几个判准 就是然后我那个红色的是 我把它标出来的 他提到要strong sense united to dedicate sentiment improved by practice perfected by comparison and cleared of all prejudice ok 那我当我念到这里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五点了 对不对 就我把它所讲的每一个字词 我都认真的看待 他说你要有很强烈的sense 这个sense其实就 我们讲的你的鼻舌声 这个就是我们的five senses 那你要有很强烈的sense 那个感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delicate sentiment 就是还要有很细微的细致的一种感情感觉 也就是说对你所感受到的东西 你会产生一种很敏锐的 很细微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还必须要improved by practice 还必须要常常练起 所以也就是说 多接触会让你能够在sense跟这个sense上面 能够更strong更delicate 这个practice是必要的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你在一个文化里面 你堂堂待在这个文化 有这样的感受 你才会对它有感觉 像我呢你去看一些 比如说你说不熟悉的 不同的文化的东西 因为你从来没有practice 所以你说这个有什么好感觉的 为什么他们这些部落 对这种东西那么有感情 但是如果你常常接触 你就了解 然后你也可以开始 培养出你自己的感受出来 所以虚无动而后天的这个practice 也是必要的 所以前面那两个 从sense跟delicate sentiment 事实上是比较先天的 那么practice是比较后天的 那不只是这样 后天的还有很多 practice第二第三个 第四个是 perfected by comparison 比较比较 Hume说比较是非常需要的 你离开在台北 你从来没有去过 其他的城市 你对台北不会有太多感觉 一个人常常是离开了他的家乡 然后他再回头过来看他的家乡 他才有感觉 所以Hume认为 那个comparison是必要的 你必须要透过不同的比较 然后你才有更强烈的 这种感受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comparison 因为pointice是针对这个东西本身 可是你还必须要接触到其他的东西 透过其他东西的比较 衬托 然后再回来感受这个东西 所以他后面当然就在解释 就是那个文章后面整个就一个一个解释 我现在只是就 就只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就是第四个是conparison 第五个clear of all prejudice 然后他说要拿掉一些的偏见 他说你不能够进入一个文化 最好常常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些偏见 当你有这些偏见的时候 你很难进去他 所以要去除掉偏见 这是第五个 那么可是他本来是看起来是五个标准 可是后面他又说 and can 这些五个can all entitled critics to this valuable character 他说这样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批评家 他是具有这种有价值的特性 这个有价值的特性就是有好的品味 所以对他来讲品味就是需要这些条件 所以如果只看到这里分号之前 他就是五个标准 可是他还继续说下去 所以我把那个视为第六个 他说and the joint verdict of such joint verdict 是结合的一个审判 他意思说还有就是只听一个人还不准 你还要多听几个人 共同的来做这个裁决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还是坏的 不能只听一家之言 所以他会更重视是比如说一个委员会 而不是单一某个人的 因为某个人难免还是有他主观的部分 还是不免有他的prejudice 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这些有tronsense stedicate sentiment 更多人 然后共同的形成一个判断 他觉得这个美就会有标准 这个是他在of the standard of text的这篇 这不是一本书 大概就是一个单篇的文章 在那里面讲到品味的标准的时候 那么他所建立的标准 这个标准你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他非常经验主义 他完全就是说我们来看看 他不是说我们来看大部分的人 或者是所有的人 因为那样就会变成某种颜粹 那Hume说其实有些人品位是很低的 你连那些人你都要接受 那是行不通的 所以他认为要从这些标准 然后在这些里面 还要找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裁决 这个所谓的join verdict 这个是Hume所提出来的 他很经验主义 然后他也很感情主义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就是不同的人 就是不同的这些比较敏锐的人 他们的一个判准 那Hume自己举过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件事情 就是在赛万提斯所写的唐极科德里面 那么那里面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两个有strong sense delicate sentiment的人 他们的家族都有非常好的味觉 所以他们都能够尝出在食物中非常细微的东西 那么Hume觉得这些人就是具有品味标准的那种先天的能力 当然他们还需要后天的什么politics comparison等等 但是有这种能力的 这个家族他们味觉特别敏感 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人就是拿了一盘子的酒 一盘子的酒 然后就找了说你们家族这么厉害 你们家族来尝尝 然后就把这个酒 装了一些酒给其中一个人喝 那么其中一个人喝 他说这个酒非常的好 是某个年份的 他唯一的 如果说这个酒唯一有一点小小的瑕疵的话 就是他里面有铁锈的味道 那叮过来那个家族另外一个人 他们又给他喝 那个人说也说他觉得这个酒非常好 那他说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他有一点皮革的味道 那其他人就嘲笑说那这是有什么问题的 一个人藏出有铁锈 一个人藏出有皮革 然后最后就是真相就是这个故事 最后他们把这整个酒桶打开 然后就给大家喝 喝完之后他们在这个酒坛子的底部 发现了一把钥匙 那个钥匙用一个皮革做袋子然后装着 那Hume在这里讲了什么 他说这里面所有的这些条件都需要 甚至那个John Verdeen 他说一个人藏出了铁 一个人藏出了铁 可是如果你不是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 你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整个 就是说他们的这些感觉 然后拼出了真相 这是Hume自己所举的一个例子 我已经没时间了 我讲话题 这个所以他说他说关于美感 我们应该听从品味最好的人 而不是就是听从自己 就说什么才是好的 那个你其实就是应该听这个品味最好的 他们是专家 所以Hume的那个品味的标准 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他追求一种达人 他认为达人专家 那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你在Hume的整个文章里面 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 好这个是Hume 进去你们就要帮我们下一页 我刚刚跳过在Cunder 我要讲的是Cunder跟Hume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那么这个对比就是Cunder的这个判断力 它明确的区别那个无失趣这件事情 就是康德認為不是所有跟感官有關的 都是他所謂的判斷力 他事實上要排除掉那個感官性的東西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剛說的嗅覺、味覺、觸覺 就被康德認為是比較不重要的 他認為只有視覺跟聽覺 這個在整個德國穿透就比較明顯 就是被認為是跟美學是比較有關的 那他特別在強調的那個標準就叫做 without interest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下一張 我們就會看到他的整個美學跟他的其他的觀點的一個共同性 康德的知識論在追求一種普遍必然的知識 他在追求一種普遍必然的知識 因為對他來講如果我們純粹只是經驗的知識 那麼這個是不普遍必然的 今天下雨 畢復老師明天就會下雨 所以經驗告訴你今天下雨 畢復老師明天會怎樣 那他要問的就是知識的普遍跟必然性 那倫理學上面他也追求一種普遍必然的道德 這個哲學系的學生都聽過 康德的一無論要講的就是這種可普遍性 就是這個東西是可以仿之四海而接準的 而不是說這個國家 這個文化有這個文化的道德標準 那個文化有文化的道德標準 他要問的是一種普遍必然的道德 那麼所以在美學上他也要追求一種普遍必然的美感 普遍必然的美感 那這裡跟雲就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了 雲並不認為每一個人的品味都是好的 對不對 但是康德認為在審美的這件事情上面 有一種普遍必然的東西是任何人 只要他的感官感性是正常的 他都會覺得這是美的 他要問的是那個東西是什麼 證明上面跟宣文會堂不一樣 那麼這個也可以從他對美的四個定義看得出來 那麼他對美有四個定義 那麼第一個定義就是這個無思趣的漁業 這個漁業這件事情跟Hume完全一樣 就是康德也追求一種漁業 因為對康德或者Hume來講 即使人在看悲劇都有這種漁業在 這是為什麼人願意去看悲劇 可是康德給這個漁業加了一個無思趣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without interest 這個without interest跟我們的慾望 跟我們的物質性 我們的肉體的需要事實上是有關的 康德認為這個東西 這個跟我們的慾望肉體的需要的這個東西 是必須要被排除掉的 然後我們才能夠回到一種純粹的美 或者同高的那樣的一種感受 所以他在第一個定義裡面 他就把這個無思趣拿掉 其他的我覺得我們就只能很簡單的說 就是另外一個就普遍 還有一個就必然 它是一種普遍的漁業 所謂的普遍的漁業是說 每一個人看到這個東西 都會產生這種無思趣的漁業 這就叫普遍性 那必然性是說 它一定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漁業性 所以就叫必然的漁業 所以這兩個其實對我來講是差不多的 那他另外加了一個所謂的無目的的和目的性 無目的目的是purpose 可是這個perverse是沒有的 就是說這個美的東西本身沒有一個目的在 可是它卻有某種和目的性 和目的性是一個抽象的感覺 這個抽象的感覺就是說 它彷彿有某種目的 但是你問我那個目的是什麼 我說不出來 也就是說藝術是沒有目的的 藝術就是為藝術為藝術 所以它沒有目的 可是當我在感受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彷彿覺得它有某種目的性 所以到最後 然後我也講不出那是什麼東西來 所以到最後我只能說 美啊或者說啊這是上帝啊 或者這是什麼 因為我講不出那是什麼目的來 這個是它所謂的無目的的和目的性 就很簡單的帶過去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四個定義裡面 它裡面的一個最基本的就是 它要求這個東西必須要胡思去 這點是它跟Jung很大的不一樣 我們看起來一樣 好 那麼所以如果現在來看康德的說法 就是美感是每個人都有的 因為它是普遍的 這個是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所看到的 所以康德的哲學有一種特點 這個特點我常常用中國哲學裡面的 這個新儒家所講的 這個儒家他們所講的這個 說東商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西商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這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來說明這種判斷力 康德認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有 這樣的一種感受的能力 這種感受的能力 如果能夠什麼 排除掉它後天上面的一些經驗上 對它的影響 回到那種最初的純粹的感覺 那實際上是每個人都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會有這樣的感覺 而它所研究的這個判斷力 就在這個地方 當然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認為 這樣的美才會具有普遍性跟必然性 而不是只是你個人的 比如說什麼性癖好 對 或者你的某種什麼偏向 在看一看來 那些其實都跟你後天物質性有關 就是你的肉體 你的這個欲望 欲望跟內分必或什麼都有關 他說垂到一個純粹的精神性 事實上有一種絕對的普遍跟必然 在每一個人身上 那所以一個美的東西就會是什麼 是紡織四海而皆準 不管在什麼時代 在什麼地方 他都會覺得這是美的 這個是康德首要說的 所以他說大家都會覺得它美 不是這個東西就是美的 他講的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一個判斷力 共同樣的判斷力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它是美的 當然這個大家指的是人 康德並不包含比如說其他動物或者什麼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這個所謂的能力 那康德整個哲學實上研究的都是人的能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純粹理性批判 實際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 這個理性判斷力事實上都在講人的能力 那他要問的就是我們共同的能力是什麼 因為他要問的是人類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文化 而動物沒有這種文化 那這個文化裡面不管就是拿掉那個特殊性 他專門就是談這個普遍性的的部分 那麼在審美的事實上 他要討論的也是這樣的一個普遍能力 但是這一點上面就會跟khun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就在 khun認為每一個人的品味的能力是有高下的 可是康德認為是沒有高下的 對不對 好 瞭解這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下一張 我們現在要來回到這個啟蒙運動 我要講的就是18世紀歐洲的兩大潮流 18世紀是啟蒙運動 18世紀發生什麼事 美國獨立還有一個雖然是美國獨立 那是天高皇帝人在大西洋平安 在歐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比較熟悉的政治的面向 而伏略他還有一個經濟的面向 那我要講的主要的就是這兩個面向 他本身有一些相衝突的地方 政治的面向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法國大革命這個法國拿破崙的旗幟 紅白藍 象徵的就是自由平等國外 那麼特別是自由平等 這樣的一個觀念 隨著拿破崙征討整個歐洲 而把這樣的一種精神帶到整個歐洲去 他追求的就是一種自由跟平等的精神 所以拿破崙後來稱帝 但是這是另外一件事 他把法國的這樣的一種自由平等的精神 整個帶出去了 整個歐洲瀰漫的這樣一種精神 那我要講的是康德哲學跟這個精神 有很大的關係 在不管他的上部批判 哪一部都跟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因為自由平等這件事情要講的是什麼 人生而自由 主權在民 人人平等 這個我們都是耳熟能詳的 而且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所以不覺得奇怪 這是在當時這些觀念的提出 事實上都是很費事的一件事情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 整個就是一個不平等的時代 貴族平民 這個詢問得非常清楚 貴族留著的是藍色的血液 他們有比較好的智商 有比較好的比如說審美能力 那平民這些東西都是不懂的都是差的 所以這種不平等的情況是在古典的 在這種貴族平民的時代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法國大革命最有名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把貴族送上了斷頭台 對不對 那麼貴族送上斷頭台 然後所有的人都一律的就變成了平等 這個事實上是在當時的一個重要的觀念 你可以看到在康德的整個哲學裡面 他事實上都在講這件事情 這種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的能力 是人任何一個人身為人他都具有的 包括他所說的判斷力 所以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同樣的這種 對於美或者崇高 那樣的一種感受的能力 這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事實上都是具有的 那康德的哲學事實上跟政治的這個潮流 你可以看到它是相一致的一個情況 這個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康德美學跟勤盟運動的一個政治理想 在這裡我們看到他的一個接軌 這個接軌就是說 康德在美學上要證明的就是 事實上這種判斷力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一種能力 那麼當然康德講得非常細緻 他不斷地去闡述這些能力 為什麼是具有必然跟普遍的 剛剛我們所提到那些美的四個定義 事實上康德就一個一個定義的講 他要去充分地去論述這樣的一種必然性跟普遍性 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所以因此人跟人會有不同的就在肉體上面 比如說我的身體不是你的身體 那你的身體因為你的這個特點而會有一個特殊性 我的身體會因為我的身體的特點而會有特殊性 這點是我們的不同 但是在一個比較深的或者一個比較高的程式上面 在那個精神性的那個 就是當我們能夠擺脫掉這種肉體上面的 一種特殊性的時候 我們會是一樣的 那麼也在這一點上面人是平等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寶貴的這樣的一種能力 包括理性的能力跟這個審美的能力 而在這一點上面也是為什麼人應該給他自由 沒有一個人能夠宣稱他比別人更高更偉大或者更什麼 這個是我們在康德的這個美學裡面所可以看到的一個特點 我們再回到剛剛前面那一張好嗎 因為那裡還有Hugh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可是我們忽略了在18世紀的歐洲的另外一個潮流 這個潮流也是從近代開始發展 就是從文藝復興開始 在笛卡爾的那個時代 在地理的新發現海外的殖民 其實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然後開始建立各種西方的帝國主義 那麼在這種帝國主義的這個進展裡面 資本主義呢形成了 就是說由這個主義產生了一種對人的看法 這個看法呢跟整個市場的競爭 優勝劣敗是有關的 因為在競爭當中一定會有贏家 一定會有輸家 那麼過去有一個傳統的貴族世襲的方式 如果你可以設想當我把這些貴族都送上一段頭台 人真的就平等了嗎 我們其實看到的是一種新的階級出現 我們把它稱之為叫中產階級 或者就叫資產階級 也就是這個話我們說的 這個布爾喬亞階級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賺到錢的人 他們這個賺錢怎麼可能靠著海外的殖民 他們到各個不同的地方去 然後花了大財 成為爆花戶以及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18世紀的藝術的品味上面 在法國出現的洛可可 就是洛可可 事實上跟這些商人的品味都很大的關係 他們有一種 某個以上我這個用的是一個比較不好的詞 就是有一種爆發霧的一些味道 喜歡很強烈的閃亮的發光的 對不對 這種這種味道在 那麼所以事實上你去除掉了一個階級 會產生一個新的階級 這個在馬克思的論述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 其實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史 就是拿掉一種階級 比如說古代的這個奴隸制度 那麼產生中世紀的這種地主電容 那麼到了近代 又產生了這個新的資本家跟工人 所以事實上都有不同的階級在出現 那麼經濟的這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到18世紀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的跌峰 因為像海外這個去爭奪這些資源 讓很多人發了財 所以市場的競爭變得非常非常的激烈 所以18世紀其實是一個貧富差距 非常懸殊的時代 這時候不是政治上的貴族跟平民的問題 而開始轉向經濟上的強勢的資本家 跟那些憑無力追之地的工人 所以到19世紀馬克思主義興起 然後他在這個共產主義宣言裡面說 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吧 為什麼 因為看到的就是這個資本家跟工人的 這個他看不出來怎麼去把它推翻 除了革命之外 他找不到別的路 那所以經濟的資本主義就是產生的 那麼這個經濟的資本主義呢 欣喜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觀點 精英主義就是什麼 認為有一些人是比較好的 比較強的 比較優秀的 這樣的一種觀點 而另外一些人呢 這是活該他應該當勞工 當這個被聘僱的人 那麼另外就是消費主義 因為有錢人非常有錢 那你有錢 除了做更多的投資 就是我要享受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是要被我享受的 所以產生了非常強烈的一種消費主義 所以想出各式各樣不同的消費方式 包括聽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雪茄啦 葡萄酒啦 以及從海外買回來的藝術品 這些藝術品讓18世紀產生了很多的 歐洲產生了很多的博物館 所以博物館在某個意義上跟資本主義是有關的 我意思說博物館是什麼 就是硬是把一個地方埃及的中國的印度的東西 脫離了原來他的文化脈絡 搬到歐洲來放在博物館給這些有錢的人看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我對這個 這個是牽涉到對博物館的一個批判 就是這個博物館其實產生的事實上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那些藝術品其實這樣變成孤立的藝術品 他脫離了他的文化脈絡 而且從不同的文化的公園來 然後通通塞在一起 擺在同一個博物館裡面 所以一會兒看到的是這個文化的 一會兒看到的是那個文化的 這個朝代的那個朝代的 他們已經脫離了他原生的那個脈絡了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我們在18世紀的時候 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而博物館事實上就是在這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 比如說聯合國 他現在用的是一種文化遺產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讓這些東西保留在他原來的地方 所以你要看的人你自己去那邊看 並且你不能夠破壞他 而不是把他拿到歐洲來 給這些歐洲有錢的人來看 所以其實這些博物館基本上都是森林郎吉的 比如說包括華國的羅浮宮 那麼英國美國他們不是用搶來 偷來就是騙來的 不然就是財大棄出買來的 總之就是用這種方式 事實上他們應該什麼 所以很多的國家事實上開始跟他們追討 說那是我們的應該還給我們 等等之類的 我現在只要回到這裡來 我意思是說 所以我們在18世紀其實看到的是這兩個 這兩個有一個矛盾在的 就是這種人人平等的觀念 跟這種精英主義的觀點 事實上是非常大的不同 如果我現在說康德的哲學跟這個政治的理想 我們看下一張圖片 如果康德的哲學跟政治的理想是有關的的話 那麼雲德這個美學 下一張雲德美學則是跟情運動所看到的經濟的現實是有關的 那麼第一個就是這個市場的競爭優勝劣伴 所以在雲娜那邊品位高的跟品位低的 在他看來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一定要去區別出這個來 並且我們一定要找什麼專家 那麼現在在我們所這個生活的世界 一方面有一些偏向康德的追求民主 甚至追求到變成某種民粹 這個是一方面 可是在另一方面 我們在很多時候都會看到就是什麼 要主義這個專家評審委員會 對不對 讓他們來做這個裁判 為什麼 因為相信這些人好像是比另外那些人 比大部分的人或者全體的人 是來得更知道更多的 比如說蓋一個核電廠 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 應該要找專家給專家做決定 那有些人說不啊 這牽制到我們所有的人的利益 所以應該所有的人大家一起投票來表決到底要不要 那麼這就變成是兩種不同的拉鋸 這種拉鋸其實你在看得去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們在美學上面的一個不同的立場 那麼他追求一種精英主義 這種精英主義使得在這個現代的社會裡面 很多的都是弄給一個所謂的委員會 那所以你看到這個委員會就沒責 就說那誰要負責對不對 那就是好像一個集體的決定 那我自己是在當了那個台道教授 我特別感受到這一點 我常常被拉去委員會 到最後委員會就盡量病點 因為感覺我就是負責去背書的 然後委員會就提出不同的觀點 然後到最後就是好像有一個共識被形成的 然後這些人就是簽名的人 就是要為這個做背書 那麼這個事實上形成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一個共同的情況 因為在古代不會有這種情況 那在當代他這種情況非常的明顯 那麼Hume的這個美學 充滿了這樣的一種 跟經濟結合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對Hume來講 品味test其實就是一種享受 所以這個跟消費主義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在介紹Hume的美學之後 因為我有大概三分之一個學期 可以介紹Hume的美學 我跟學生說 你們有沒有發現 Hume從來沒有真正舉過一個藝術品 舉過一首樂曲 Hume所舉的例子都是享受的 葡萄酒、學家 都是那些享受的東西 這個人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他已經就是他完全跟資本主義的那樣的一種情況 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他那裡面 他一切講究的就是那種高級的人的感覺 那些感覺是比其他人的感覺 是來得更高明的 他也彷彿有這樣的一種味道在 那麼正是在這一點上面 他跟康德形成了一個對比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這些觀點 康德跟幸福觀點 就是他們兩個在哲學的立場上 不管在知識論上面 不管在倫理學上面 在美學上面 都有一個對比在 都有一個對比在 那麼這個對比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它擴充到整個西方文化 在18世紀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對比 他們當然因此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他們都討論人的主體 他們在乎的其實都是這一點 但是顯然的 從他們的哲學裡面所呈現出來的 這個主體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但這個不一樣 事實上正呈現了在18世紀啟農運動時期 我覺得18世紀運動時期 兩種就是在這個文化上面政治跟經濟 我把它很簡單的簡化為政治跟經濟 事實上政治跟經濟也相互的影響 但是我把它簡化為這樣 來說明這個康德跟雲的 兩種不同的美學的理論 OK 那麼這個就是他跟這個 啟蒙運動時代的關係 我時間解讀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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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去看他們留下的歷史的肖像 康德就瘦瘦鞭的 一輩子都是比較輕瘦 那修瘦也是白白胖胖胖 因為夹� Dá禮美食吃太多了 開始強調感性 做一個很重要的哲學探討的題材 還有跟我們哲學思考的歷史時代政治經濟背景都無法拖累了關係 所以很有趣 為什麼美學叫做美學 Aesthetics叫做感性學 它確實是它獨特的歷史時代的意義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請各位朋友來 有什麼意見或者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好不好 請不要客氣 我這麥克風沒有聲音 有 那我先這樣各位 請 老師你好 我想問一下說 假設美學的思想會跟哲學思想有關係的話 剛剛老師也有提到說 當代對於美學見解跟以前可能又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是不是也是有收到當代的哲學思考的一些影響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方面的影響 謝謝 我還沒有完全 我還沒有完全 我還沒有完全弄懂你的意思 你說 受到當代的影響 我意思說 18世紀的美學不能受到當代的影響 所以你說這個是什麼 就是說18世紀會有那樣的美學是因為18世紀有那樣的哲學思想 可以這樣子 那麽如果當代有某一種哲學思想的話 會不會 人美學思想會不會是受到當代的哲學的指 是 當然當然 我在這個台大的課其實我很大 當然這個跟黑格爾哲學是有關的 就是說黑格爾認為不可能有任何的 而且馬卡斯非常非常深受這個黑格爾這個影響 就是不可能有任何宗教藝術文學或者什麼 乃至於任何哲學的思想是跟時代是可以脫離的 他們一定都有相關性 那所以在就是說在這樣的一種影響之下 我不會把哲學看成只是一個孤立的跟時代脫離開來 然後哲學好像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個理性的概念的發展 這個是我一向報紙的看法 所以我每一次談到一種哲學思想 我就會把它擺到他的時代裡面去看他在那裡面 跟著文化的一個進展的一個情況是怎樣 那你剛才所問到的是在當代的一個美學的發展的情況 這個在我那個當代美學的課堂上 我大概就是會用很大的篇幅來理解這個從20世紀的發展 跟當代的藝術 因為當代藝術看起來會是好像剛好是跟我這個說法是相反的 就是我們在當代的藝術裡面看到藝術家所喊的是為藝術而藝術 也就是說我追求一種純粹的形式主義的藝術 我不要有任何的內容 我要跟這個我這個藝術所描述的東西叫Poly 所以我純粹的就是比如說一幅畫 我純粹的就是享受這個畫本身那個顏色的搭配 比如說這個我們在那個當代藝術裡面所看到的那種格子狀的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格子狀的然後這個不懂的紅色黑色白色的這個顏色色塊 它純粹就是說我們就是享受這種顏色本身的一種一種一種樂趣 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 那麼它跟好像跟整個時代是完全脫移開來的 可是這個現在的一些藝術史的這個解釋已經不再是這樣子來理解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你比如說在台大 它的這個有關於藝術方面的科系叫做藝術史研究所 多了這個史我覺得整個意識上事實上所呈現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說你不能夠停留在只是藝術這件事情上面 我必須要看這個藝術跟歷史跟時代跟文化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麼20世紀是一個人類最悲慘的時代 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非常多的人死掉 藝術家其實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內說 他覺得外在的世界太醜惡到處都是戰爭到處都是死亡到處都是什麼 所以他們退回到一個藝術的領域 並且建構了一個他們自己在我們也許有時候稱之為叫形式主義 或者是稱之為叫做這個就是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 也就是說我不想要描述那個外在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因為他太扯了 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想要因為他們太不美了 我不想要跟他們有任何的關聯 所以他退回到這裡面來 然後建構了一個完全屬於藝術的世界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他所建構的這個藝術的世界 雖然他不願意接觸 可是他事實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應 用一種負面的方式在反應著他所生活的時代 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所以反而讓那個藝術的世界跟外在的 他所認為的醜惡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對比在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從這個藝術史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事實上也跟當時的時代是有一個關聯在的 因為這種抽象的藝術事實上現在不流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已經至少了 就只剩下冷戰沒有這種世界大戰 沒有那麼的醜惡 所以藝術家們又開始打開門 然後開始接觸到外在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時代會更多的講究的是什麼 創造性 創意 這個觀點跟希臘剛好是一個相反 為什麼呢 因為希臘在不管是在柏拉圖或者在亞里斯多德 他們直接的都把藝術定義為模仿 藝術的本質就是模仿 甚至連詩這個亞里斯多德在講詩 他說詩就是模仿 就是一種模仿 可是我們現在所講求的剛好相反 我們講求的是creativity 是創造 創意 所以創意跟模仿根本就是兩個相反的字眼 那麼現代的人 在整個我們這個科技的時代 一切都在改變 事實上藝術也是 藝術的這個宿命現在也變得非常短 一個點子被想出來了 然後大家產生了surprise 產生了shock 你馬上要做的就是再想一個新的點子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如果你把這一點 就是說你就我們這個時代來理解 來看的話 那事實上你可以理解到 這些藝術事實上跟我們的當代性 也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還有一個我覺得還有更大的 就是一樣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我講到說在當代 因為現在我們從古這個18世紀 那個美學所講的這種感性之學 這問的是人的這種感受性 那它在這個發展裡面跟哲學有越來越多的瓜葛 那麼在很多的藝術的一個進展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藝品家變得非常重要 在現代的藝術裡面 一個藝品家可以讓一個藝術家生 或者讓這個藝術家死 就是只要多幾個所謂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專家 就是幾個專家把你批評的體無完膚 你這個藝術家的生命大概就結束了 你大概就不用再混下去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甚至在某個意義上 很多的藝術家自己本身也變成是一個藝術評估家 也就是說他也必須要能夠論述 因為當藝術走向抽象 在20世紀藝術開始走向抽象 走向純形式沒有內容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對於群眾 看藝術欣賞的群眾來講 他的一個問題是這是在畫神 這是在雕刻神 所以他變成需要解說 也就是說沒有解說 他根本無從欣賞起 他不知道怎麼欣賞 於是告訴你怎麼欣賞 告訴你這個藝術裡面有什麼樣的含義 他呈現了一個什麼樣的特質 變得非常重要 而這些解說就表現在 就是我們所謂的藝術家 或者是某些美學的專家上面 這個事實上也是在我們的當代的這種 經濟的現實裡面逐漸的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藝術家變成 他必須要跟這些評論家做某種結合 而這些評論家呢 很大的一部分事實上就來自於哲學家 我的意思是說 或者你不要說哲學家啦 因為哲學家太廣了 美學家 也說這些人能夠告訴你 他是在做什麼 那麼哲學人通常是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學問的背景 有一個藝術史的背景 有一個什麼的背景 所以他能夠什麼 就是像我一樣 就靠一張嘴 講了一大堆 然後這樣唬人家一愣一愣的 然後說哦 原來是這樣 於是他就能夠看 然後這個資本家 因為資本家傳當什麼 我說 尤其在18世紀開始出現的資本家 常常都是爆發戶 對不對 爆發戶其實是不懂 不懂所以要有人跟他講 他聽了之後 嗯有道理 那他有的是什麼 錢對不對 所以他就掏錢出來 掏錢出來 買 於是這個藝術家就廢黃騰達 所以 在當代的這個藝術裡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藝術跟藝術的評論 或者在本國藝術上來說 你可以說藝術跟哲學 或者如果狹窄一點講 藝術跟美學做了更多的結合 而這個是古代完全沒有的 唯一是說 在保密西 你看到我們據了拉菲爾的時代 或者更早的希臘 誰去管什麼評論家 對不對 他就是創作他的 然後創作出來 人們喜歡要就夠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的藝術走向的是 越來越高深 越來越抽象 所以沒有這些人 我也看不懂 所以我需要找這些人來講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藝術的論述 就跟藝術本身的表現 變得更重要 甚至有一些誇張一點的 或者極端一點的人說 藝術其實不過就是藝術的理論 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個藝術的創作者 他甚至不需要創作任何東西 他告訴人家說 我想到一個構想 我有一個就是我的創意 我想到一個構想 這個藝術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OK 你要說很好 所以你已經就是一個藝術家了 所以你不用把它創作出來 你把那個構想說出來 我就承認你是一個藝術家了 那麼在這種意義下 所以現在的藝術甚至是 現在的藝術甚至可以說 就是變成只是一個觀念藝術 也就是說我只要把我的觀念講出來 我也不需要創作出什麼東西來 你就成為一個藝術家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藝術家跟哲學家有什麼不同 我常常問的就是 他其實已經混合在一起了 這也許在某個意義上是 就是很多像Dental等等 他們在講這個所謂的藝術終結說 所呈現出來的就是說 如果藝術到最後變成就是觀念而已的話 那藝術真的終結 那它的終結是什麼 就是它就是變成是一種哲學 一種想法 一個點子 那麼這個點子決定了你是藝術家 好 還沒有其他的朋友的質問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剛才提到說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自動是創造 那這個背後有沒有屬於我們現在的一個論述 或者是一個一個哲學的理論 可以去說明這個現在這個藝術現象 或者是說這個理論已經分散到 所有的個體的藝術者去做他自己的選擇 謝謝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說 創造性成為我們當代藝術的一個重要的元素 它有沒有什麼理論的基礎 是這樣嗎 好像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不過你後面講的那個我覺得倒是很普遍的 就是說 創意現在不是只是在藝術這件事情上面 事實上 在整個我們現代的文化裡面 創意都是非常重要 甚至科技也是 它不斷的日新月異 你必須要不斷的 你即使是一個手機的造型 你也必須要不斷的改變 不能夠說我還跟十年前的一樣 人家馬上會說你那是古典 有關於我們的日常生活 服裝阿 這個裝潢阿 各方面 我覺得其實 其實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 在這個時代 所有東西的生命都很短 那個英國後不是說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名多久 我已經忘記了 十分鐘或者什麼 就是這些 這些情況其實都這樣 就是一個創意出來 然後它就讓人家驚豔 可是沒有辦法一直驚豔下去 因為你知道一個東西放久了 那個驚訝感自然就會消失 這個是我覺得在藝術上 當我強調的是那個感性的時候 會有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感覺這種東西是會麻木掉的 會遲鈍化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新的刺激出來 也就是說有一個新的點子 然後才能夠產生新的東西 那麼我們這個時代 是一個輕波轉小的時代 還是一個時間都變得非常短的的時代 所以每次就是要有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不斷地去刺激 這樣的一個創意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他們在 雖然是哲學系畢業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在各大學 因為現在美術系都變成叫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有的叫做視覺藝術系 那麼在文化創意產業學系裡面 因為講求這個創意 所以就會找哲學系的這個畢業生 就是不是到那邊去 所以有一些我們哲學系的 我的師兄弟姊妹們 他們就到了這些科系去 然後在這些科系裡面任教 那麼對他們來講 這個事實上就是一個進這個 所謂的創意產業學系的學生 因此就不是說你能夠一勞永逸的 因為以前譬如說在美術系 你學到一個美術的技能 這個美術的技能就是什麼 就是讓你用按照這個技術來創作 那麼你當然可以更緊進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樣 可是創意不是這樣的東西 相反的你現在有這個創意 你要產生新的創意一定要玩 最好盡量跟你原先的那個是不一樣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它會就變成是一個永恆的 如果我用你採的話 就是永結回歸 你必須不斷的一直推陳初心 一直想出新的點子來 那我覺得在年輕的時候比較容易 等到你活到像我這樣的年紀 還要有新的東西非常累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事實上這個是一個 一個普遍的 就不只是在藝術的這個領域 或者音樂的這個領域 現在事實上在各個層面上面 我覺得它都變成是一個重要的面向 那我覺得我至少我沒有看到 就是說有人就問說為什麼創意重要 因為大家都用創意讓人重要 就是直接的就是把它視為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講的創意 雖然在字眼上面 Creativity跟希臘人所講的Minesis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Imitation 這個模仿 雖然是完全字意上 看起來是相反的字眼 但是創意其實是需要模仿來成就它的 這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藝復興時期 文藝復興時期的口號叫做 Back to the origin 回到根源去 而西方人文藝復興時代的人 他們的根源就是希臘羅馬 就是他們經歷了整個中世紀 他們覺得我們把那個更古老的希臘羅馬給忘掉 於是他們開始注意到希臘羅馬出土的這些雕刻 或者等等這些作品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回到了根源 然後你可以看到達羅因西是在很多時候 當他聽到某個地方 比如說在佛羅倫斯附近哪個地方出土 就挖到了一批的這個古羅馬時代的東西 達羅因西常常跑去就先領摩這些東西 因為等到羅馬士兵來 他們把這個視為 當時把他視為是一些異教徒的東西 士兵們就把他毀壞掉 所以達羅因西事實上就把他給畫下來 這是為什麼達羅因西的某些手稿 就是他草圖很民主正貴 因為有些東西就不再存在了 那這些領摩事實上我們會看到的是 並不是讓達羅因西去創作出跟希臘時代 或羅馬時代完全一樣的作品 相反的他搭配了在文藝復興 在近代所產生的新的 比如說顏料的使用 以及新的技巧 這些技巧包括了構圖的技巧 就遠近法透視法 他產生了完全新的東西 而創造性其實就在這個模仿當中才出現 所以如果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講的話 我不會覺得Creativity要跟Imitation是分開的 一個充滿的就是把藝術定義為Imitation的時代 我說希臘的時代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有創造性的一個時代 希臘人的整個藝術完全跟他附近周遭的 比如說埃及的或者是波斯的 事實上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雖然他們那樣子的定義這個模仿 在我看來那個模仿裡面包含了很多的創意 我覺得我們不可能無中生有 基本上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們不可能說所謂的創造性就是所謂的無中生有 就是好像本來沒這個然後完全的冒出來 Hume在他的知識理論裡面 他談到這個我們所做的那些想像 都不是無中生有 比如說你想美人魚的時候 事實上你就是把一個美人上半身切掉 一隻魚下半身切掉然後結合起來 叫做美人魚 你所想的的你所想像所創造出來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像Werr的那個剪下貼上 就是你能夠把不同的東西做拼裝 那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東西 那在某個意思來說 你可以說藝術家只是他們的拼裝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的拼裝 就是兩個東西然後各剪一個 而是要把這個文化跟另外一個文化做不同的組合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構想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我並不覺得這個模仿就完全是有害 這個所謂的創造性 這也是我的那些同學們 他們在這個文化創意產業裡面 當他們要教授學生們這些創意的時候 他並不是說大家眼睛閉起來 開始哭作冥想 然後看看有朋友的人就燈泡一亮 然後就想出一個什麼來 不是這樣相反的 他給他們很多不同的古代 中國的古代 歐洲的古代 甚至印度的古代的東西 藉由這些東西來刺激他們 讓他們產生新的構想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環 OK 好 這個 還有問題嗎 我們再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 這開始從以來的 開始問到 老師老師 很高興來這邊聽你精采的演講 那我最後有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老師有介紹兩個就是 關於修姆跟康德的那個有關於美學的部分 對 那我是覺得很好奇 那為什麼那個法西斯式的美學 或者所謂的納粹美學會發生在歐陸 而不是說像英國這樣 因為感覺這兩個美學的 這兩個觀點好像 就是修姆德跟康德的 修姆好像是說 市場競爭嘛 又是列白金主 我覺得這感覺起來好像比較會發生像 像法西斯是那種 那種 可是像康德的那種主要黨 而且他實在他們很多德國的人 那為什麼會 德國會產生他 像納粹這兩個 而且聽說 季特好像也很熱愛藝人 是不是 對 他本來要當一個寶寶 對 那可以形容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經歷史這樣 說實話 這個專家其實是我們的主持人 我忘了跟大家講就是 吳文慧老師事實上就是教美學的 而且他的專長就是美學與政治 所以我今天盤的東西 其實是他非常熟悉的 我基本上就是來幫忙弄服的 那為什麼不是在修姆德那種美學裡面 其實經驗主義有很大的一個妥協性 作為 譬如說他雖然是經營主義 可是他是協商式的 我就說一個委員會就是 就是最後就是 這些不同的經營要討價還價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在英國的政治裡面 你其實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就是他們的民主政治 就是討價還價 那到最後就是妥協出一個 什麼樣的東西 沒有那種絕對性 但是在歐洲的這種哲學 他就會有這種絕對性的出現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主要的關鍵 那當然我並不是說 這個法西斯主義跟堪德的美學有關 實際上也許未必有關係 因為在歐洲的哲學裡面 並不是只有堪德哲學 在歐洲的哲學裡面還出現了 你比如說這個黑格爾 拉馬克斯或者是尼采的哲學 那在這些不同的哲學思想裡面 他們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 他們都不太能夠接受 像英國那種比較妥協性的 協商式的 就是討價還價 他們基本上都追求一種 比較純粹性的 然後達到一種絕對化的 就是不管是尼采的這個超人 或者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 或者是馬克斯的這個共產主義 都想要達到一種徹底的東西 那對我來講 這個納粹事實上也有這種 這樣的一種特點在 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在寫這個 比如說我說 尼采的美學儀其中的經濟現實 那在上一頁 你可以看到 我寫的康德不是政治的現實 是當時的政治的理想 歐陸的哲學 我覺得這種所謂的理想性很濃厚 這個傳統是一個理性主義的傳統 從柏拉圖以來 事實上都在追求這樣的一個傳統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傳統 會讓人就是 好像我要捨掉生命 或者我要不惜一切的代價 去追求某種最純粹的東西 不管那種東西是啥 那康德這個理想 其實比較是一種普遍的人的東西 但是在歐陸的哲學裡面 有一些則不是這樣 比如說尼采他 其實他就是嘲笑一般的人 對他來講 一般的人就是所謂的烏合之眾 那個其實是他所不屑一顧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有些人就會以這個做理由說 尼采跟納車比較有關係 所以也未必真的就有關係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種追求一種純粹性 絕對性 而這個事實上是哲學裡面很明顯的 我覺得某一個面向 特別我自己叫歐陸哲學 我自己就會在 甚至是我自己的學生身上看到 那我並不是說 追求純粹性跟絕對性就是不對 我覺得他有他的一個特點在 因為人本來就應該有某種理想性 那在歐陸的哲學這邊 我覺得這種理想性是特別明顯的 相反的英美的哲學 我覺得他這種現實性 這個妥協性 就是跟經驗跟感覺有關 他都比較不是那麼的絕對 我覺得也許癥結在這個地方 但這個問題也許更好的是 交給那個峰瑋老師來解釋 好 抱歉 好 我們今天時間到 不過我才差得對 我覺得跟 因為我覺得納粹免學 很重要的原因其實就是壯美 而且今天這個執政老師 有稍微談到的 對此跟the spine 的區別 那納粹免學 特別會操用這種壯美的方式 然後導致觀看者的內心 一個崇敬感 所以參加那種大型的政治局會 你會產生對政治偶像的崇敬感 因為你受到那種很龐大的人海戰術的衝擊 那當然也有他的天主教神學的背景 他所有的儀式都受到 那個天主教的儀式的影響 那當然都是在崇尚某種的壯美的感受 那當然是跟康德美學不一定有直接的觀點 那可能是歐洲的一些文化的傳統 好不過今天時間到這邊 整個都談到這裡了 那我們一起 再次趕 早先感謝我們執政老師 謝謝各位今天來參與 然後歡迎各位下一個再來到我們六折族的活動 謝謝各位 謝謝